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Wendy漢堡知道吧 给你看一下 Wendy漢堡就这一个 台湾好像没有了是不是 我不确定 先说一个概念 你看这边Wendy's Canada Wendy加一个EPS 为什么 好餐厅只要是挂了人名字的 都会加个EPS 所以像肯德基就没有 因为你想说肯德基不是肯德基爷爷吗 肯德基Kentucky不是他的名字吗 不是不是 Kentucky是地名 当然不能说Kentucky不可以是名字 可是肯德基也叫做Sanders 他姓桑德士 所以这家店不叫做Sanders 他叫做Kentucky Fried Chicken 所以他并不是用他的名字去做的 而且这个人也是虚构的 anyway好像也都是Kentucky麦当劳叔叔也是虚构的 无论如何 可是麦当劳叔叔真的是麦当劳 那Wendy真的是Wendy 所以只要是真的人名去冠上去那个名字的时候 就这个店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这是他的 所以Wendy的汉堡麦当劳的汉堡这样子 所以Wendy是可以 所以下次你写McDonalds 你要EPS才是对的 那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台湾南部有这么一个餐厅叫做冒岩的桥 你要是你去墾丁玩或高雄跑一跑 你就会知道这家店是连锁店 冒岩德桥 那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做Smokey Joe's Joe有EPS 桥有EPS 所以我没有骗你 这是正确的用法 所以这里说Wendy's Canada 所以有EPS 所以这不是Wendy的加拿大 所以难道加拿大是个所有Wendy的吗 不是 这Wendy's Canada是加拿大的分公司 所以当然因为我刚刚说了他的店名必须要有所有的 所以Wendy还是有EPS的 好先把这个讲完了 然后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 无论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个片语 那你可以用Regardless of 或者是No matter 或者是weather 都可以吗 我并不是说都可以 我是说这三个都可以翻译成无论什么什么怎样 但是你知道不同点在哪里吗 好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其实是Wendy汉堡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那个Wendy的那个刚刚那个女孩偷 那我们叫他Mascot Mascot就是吉祥物 OK 所以认识一下Mascot 吉祥物 所以他把这个吉祥物的头发变成灰法了 OK 来干嘛呢 来支持一个这个电视的这一个 应该是主播啦 我想 所以他把他讲成TV Journalist 而且他是一个Veteran 就你知道是老兵了老将了这样子 所以他把他改成Grey Hair So gave his red-headed mascot Grey Hair to support a veteran TV Journalist who was ousted due to suspected ageism 好所以他给了他灰法 为了来支持一个Veteran TV Journalists 那他干嘛呢 他被Ousted 所以Oust这个字就是 就被驱逐出去就被炒犹豫了基本上 Oust OK 那为什么呢 Due to 那Due to是有怀疑年龄歧视他 所以他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说确定嘛 所以Due to suspected OK 那Alleged也可以 Alleged是据称的这样子 被怀疑的据称的 Ageism Age是年龄 Ageism就是性别歧视 不是性别 年龄歧视 OK年龄歧视 好 所以这下面的文章就问说 Grey is the new red 但这个句子可能就看不懂 什么叫Grey is the new red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就在颜色里面 黑色一般来说是非常稳的颜色 你出门穿什么颜色 只要是黑色大概都是对的 黑色很少错 一个人可能完全不适合绿色 你穿绿色出去 哇塞 直接像一个什么东西 植物或什么的 有的人可能也不适合穿红色 所以说黑色是一个最popular的颜色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说 今年不流行黑了 今年是黄色大型起到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听说 Yellow is the new black 大概是这样子用 So something is the new什么东西 而那个new什么东西 是原本所popular的那个东西 然后现在有一个来取代它了 所以刚刚说的 Yellow is the new black 那这里说的是 Grey is the new red 所以它就是用这个来开个玩笑 所以灰色就是新红色吗 Well it is 的确是对于加拿大的温地的分布来说 好可以 所以这里说 So the fast food chain's well-known mascot has gone from red to gray pigtails 所以这个快餐的这一个连锁店的知名 的well-known的这一个 刚刚说的这个吉祥物 go from什么 to什么 所以它从红色变成了灰色的 pigtail就是那个马尾 所以顺便学一下 马尾没有马这个字 是猪这个字 猪尾巴pigtail OK 那这个改变是为了要来 刚刚说的支持一个 这个电视上的人这样子 So the change be made to its social media account in support of Canadian TV journalist Lisa Laflame 所以这个斗点后 也就是说这个改变是为什么来做成的 那这个我不是很想讲文法 说真的这个斗点之后 你也可以用一个连接词 and 然后你说the change is made 继续说下去 我的change was made 事态这边是看不出来的 好 所以 那因为它把这个地方改成了 不是动词 所以你要把连接词给丢掉 这边事实上是等于一个独立的分词构句 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有兴趣我可以把这个观念讲得更清楚一点点 可是今天不是我想讲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讲那个无论什么什么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好 anyway 这个句子我还是再读一次可以听 让你听懂一点 它的那种韻律的那种预感这样子 因为它的文法是没错的 So The fast food chain's well-known mascot has gone from red to grey pigtails The change being made to its social media accounts in support of Canadian TV journalist Lisa Laflame 然后他说这个公司 把它fired掉 是因为是一个商业上的考量 所以他们说的是 Who says the media company that employed her for decades made a business decision 所以这个media company 做了一个business decision to end her contract 来结束她的合约 那或许有人绝对不是 对不对 Right 所以 而且我们刚看到Veteran这个字 有的时候我们说成VET而已 所写成VET 不过VET你就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Veteran 还是另外一个字 叫做Veterinarian 就是兽医 所以这两个字认识一下 这个Veteran就是很有经验的 老兵老将之类的Veteran 那老手 那另外一个字Veteran 就是兽医这样子 好 All right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他把这个颜色染了一下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真的照片好了 所以本来是红色 这边看到对不对 那Wendy's Canada 在他的推特账号上 你看就把它变成灰色了 Wendy's Canada 然后他这边还说了 Because a star is a star Regardless of hair color 所以明星就是明星 然后他用了明星的emoji 表情符号 无论他的颜色是什么 明星就是明星 所以他们还Hashtag他Lizal of Flame 以及这是他Wendy's的 这个New Profile Picture All right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无论他的颜色是什么 明星就是明星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 就是刚说的这个 Regardless of hair color 所以Regardless就是 无论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Regardless of接的是 因为of是接系词嘛 所以当然就接一个名词 Right 好 所以无论法色是什么 明星就是明星 所以这没问题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说你要把 Regardless换成No matter 或者weather的话 可以换哪一个 所以A star is a star 明星就是明星 No matter the hair color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No matter是可以加名词的 不过我们一般的习惯 No matter 不要讲习惯了 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用法 No matter多半可以加 那种wh的问句 就是那种疑问的那个 疑问词 So no matter where 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y No matter 我刚讲哪几个 where when why what 这几个 那how也可以 no matter how 也是OK的 OK 那能不能no matter weather 不太行 因为weather就也有 无论什么什么啦 之类的 或许我应该说更清楚一点 weather其实是是否 或者是A或B 好对不起 这有点 有点confuse你 我们等一下再讲到weather 先把no matter讲完 所以no matter的确翻成无论 像例如说 无论你今天吃什么 我都陪你吃 所以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eat I'll eat it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对不对 无论你长得多高 我都可以飞起来在你面前灌烂 因为我弹跳能力很高 So no matter how tall you are I'm gonna dunk on you 所以how tall you are 无论你多高 没问题 无论你几点回家 你妈都会帮你锁门开门 想到就很烦对不对 But no matter when you come home Your mother will always wait by the door side and open the door for you 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一个有趣的变化好了 如果你把no matter 再换回regardless行不行 可以试试看 例如说 无论你几点回家 你妈都会在门旁边 等着门帮你开门 So regardless of the time you come home Your mom will always wait by the door side to open the door for you So regardless of the time you come home 还ok OK 无论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都陪你吃 Regardless of what you want to eat I'll eat it with you 是ok 说真的是这两个句子照起来 我听起来是可以 但是我有点会觉得 你干嘛不用no matter就好了 OK 或者说 我讨厌吃任何的披萨 无论你有什么口味 我都不喜欢吃 那这不是事实 因为我很喜欢吃披萨 或者是照句 So I don't like any pizza regardless of flavor regardless of the kind 之类的 好 大家听懂了 那讲了半天 它跟weather的分别是什么 好 同学 你一定要知道的 清楚的一点就是 只要是weather 它就一定是A或B 就有选项类的 或者是是或否 那只要是没有选项类的的话 那就掉在no matter 或者regardless of的范围里 ok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试试看 你爸跟你说 你大学毕业后 无论想在台湾拿个硕士 或者出国读个硕士 我都支持你 你说可以用no matter吗 不行 因为这里有选项 好 无论在台湾读 或在国外读 你看是不是台湾或国外 so after you finish college whether you want to study in Taiwan or go abroad Daddy supports your decision right so whether you want to get a master's in Taiwan or get a master's in a foreign country 所以这里有weather 因为你有选项 no matter造不出来 但是no matter也可以造成别种类似的 可是总之就不是选项的句子 所以你大学毕业后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爸爸都支持你 你看这个就没有选项 对不对 而且是无论什么工作 所以 after you finish college 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do Daddy supports your decision so 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do 这可以 对不对 好 再换一个 无论你今天要不要跟我去吃午餐 我都 我都怎么办 无论你今天要不要跟我去吃午餐 我都会去吃午餐 这什么烂句子 我的天哪 对不起 各位观众 我们换一个句子好了 来 无论你接不接受我的道歉 OK 我都会站在这里 一直等着你开门 这样子 OK 所以你跟着你女朋友道歉 你在门口不走 听起来我变态 但把他句子找完了 所以我站在门口等着你开门 无论你要不要接受我的道歉 so I'm gonna stand here for as long as I can whether you accept my apologies or not 所以无论你接不接受 接不接受 所以你看是或否 right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用no matter来找 说真的 OK 没有办法 好 这样讲 大家懂意思 所以whether就是有是或否 或者是A或B 很多同学会觉得 or not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看了半天 这whether的句子都有or not right so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or not I respect your opinion 无论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都尊重你的意见 so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or not 所以是或否可以 OK 或者我说 无论蔡英文是个骗子 或者马英九是个骗子 我都觉得台湾政治人物就是糟头了 so whether whether President Tsai is a crook or马英九 is a crook I don't care 这样子 so Taiwanese politicians are all bad 所以你看这是A或B 好我举的例子来够了 虽然说有点杂乱 but still 但就是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三个的不同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说 regardless of 加名字的这种方法 你比较能够用no matter 去做替换 虽然说你要把它变成这个名字 有时候还蛮难变的 像我刚刚说是 无论你几点回家 no matter what time you come home 你也可以改成 no matter when you come home 所以你可以用when 来当做这个一文字的连接 你可以用what 来当做一文字的连接 无论你为什么今天不回家 我都 我都 我都必须把你带回家 跟你妈解释清楚 这样子 ok so no matter why you don't want to come home ok I'll take you to your mother and try to explain to her 之类的 所以这个no matter 可以接的一文字是很多的 ok 那你说刚讲这一句好了 就无论你 不回家的理由是什么 好 我觉得你都欠你妈一个解释 so regardless of why you refuse to come home 也可以 无论你为什么不回家 regardless of why 所以他也是可以接一文字的 说实在的 因为你毕竟你也知道 of 后面要接名词 那我刚讲那种一连串 一文字所带头的句子 包括what why when where 这几个 他其实也就可以被视为名词之句 好 所以我这边是用 只用讲的 对不起 我没有把这一串打出来 但总之 希望你用听的 也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 好 那今天这集大概就这样子 那如果觉得这样讲太快 或者是有不好吸收的部分 我大概会觉得这一季 相对来说程度是比较难一点点就是了 不过这三个字词的比较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在使用上有的对不对 事实上是很关键的 对他们三个的理解 有问题可以下面讨论 或者是你可以参加我们的line群组 尤其line群组 现在已经扩大到 可以 应该是可以说5000个人 至少 目前现在好像100多个的样子 so you're welcome to join ok我们的line群组 那里面也可以讨论一些不同的东西 I check that every day multiple times a day alright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